大家好,我是三巴街 一直以來都有朋友希望我三巴街介紹一些比較便宜的三巴街 因為他經常說我三巴街經常介紹的三巴 全部都是旗艦,動不動都起碼成皮起跳 其實我也介紹過一些便宜一點 但相對來說都是屬於接近一個一萬元價格的三巴 他們想我介紹一些可能是四千多元或是更低價的三巴影音器材 當然就沒問題 其實在過去一個多月的節目中 都不停地回應這些訴求 或者我將這些預算類型的三巴 定義為一個系列,就叫做窩居系列 因為通常他們都會有些比較小型的三巴 可能是一支三巴 最多都是加上十五反 未必需要後置環繞聲 很適合香港這麼狹窄的窩居環境 或者放在書房裡使用 我剛才說了,就定為一個叫窩居系列 其實如果這樣算 今次日這集應該是叫做第三炮 第一炮就是應該追溯前幾集的Sonobeam Gen 2 接著下去就是第二炮LG Eclair 這兩個都是屬於一些比較細型的三巴 不是很窩囊 而且也挺帥 放在家裡沒有什麼違和感 有些例如Sonobeam 甚至你可以買的Sonobeam 都仍然可以獨立使用 LG那個也是帥 今天介紹什麼品牌呢? 就是美國品牌POP Audio 產品名稱是Manify Mini AX 外觀設計 TOP Audio這支Soundbar Manify Mini AX 它裡面包配了一個Soundbar 以及一個Subwoofer 滿足到我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它沒有後置環繞聲 雖然你可以後再搭配 但是我今天試的都是這個組合 Soundbar加Subwoofer 無論外型和這個組合 給我感覺就像我之前介紹的LG Eclair 如果論外觀的比分 我就覺得 LG一定是贏過這支Soundbar 因為LG有白色給我選擇 還有它有一個圓潤的設計 我會覺得比較漂亮 適合我個人口味 至於POP Audio這支Soundbar 我就覺得 相對好像沒那麼Trendy 相對沒那麼Trendy 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很細枝 都是可以一隻手托起這支Soundbar 但是說托起 要放得下 放得下 POP Audio這支絕對放得下 因為它比較重 它挺聚首的 最初拿出來說 有些份量 所以感覺上是有些了道 這支Soundbar 講講它的外觀物料用 它一般來說都是用塑膠物料 適合它的喇叭單元 都是用布的物料 其實跟LG真的很相似 由於用布的物料的關係 如果你有看過節目 都知道 有機會容易惹疹 好幸好它的顏色 是比較灰灰黑黑色的 骯髒了也不太覺得 那麼會不會黏動物毛髮呢 我真的不敢肯定 我有些保留 所以如果你是 家裡有養寵物的朋友 又對這支Soundbar有興趣的話 就去研究一下這個物料 究竟會不會 這麼容易黏動物的毛髮 來到重低音部分 Subwoofer 這個Subwoofer 是無線設計的 所以它跟Soundbar 跟無線是沒有電源的 也是在線狀上 但是需要插電線 所以不是完全無線 你要用電源線 那麼它的設計 低音單元是向下 打到台頭上 也是黑色的 整個設計的設計 整個設計語言 基本上跟Soundbar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餅印 不過當然 位置分數不同 它是滅滅瘦瘦瘦的 而且我看到這個Sappoofer 我經常都想坐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無印良品裡面有一張椅子 椅子不是耳 耳又叫便宜 就是這張椅子 好像這個Sappoofer一樣 所以我經常看到我就想坐下去 當然這個Sappoofer就沒有無印良品的椅子 那張椅子這麼大 小一點 音效格式支援方面 它支持了所有主流的3D音效格式 包括一定要有的Dolby Atmos 甚至連比較少人用的DTS-X都有 所以這方面是完全沒問題 拿爆燈 好了,我們接著就看看這支喇叭的單元佈局 它是否符合我對Atmos最基本5.1.2的要求呢? 如果有新來的朋友 他不太清楚我對Atmos Soundbar的要求的話 可以看看這支影片 我們首先就看看三巴主體 它裡面有三個中音單元 兩吋的中音單元 分別分佈在三巴的兩邊和中間的位置 即是左中右三個channel 除了剛才說的中音單元之外 還有兩個0.75吋的高音單元 我們剛剛看完整支三巴 三巴負責高音和中音 而低音部分的工作就交給Subwoofer Subwoofer 剛才說了 單元是向地打的 所以在底部我們看到這個單元 單元是有5吋乘7吋的 我們剛剛看完喇叭單元 這套系統放在Atmos三層架構 表示它會如何呢? 答案就是3.1.0 前面第一組數字3代表耳朵水平升度 剛才說了這支三巴負責左中右三個channel 而有一個重低音 所以中間的數字是1 到最後一種數字為何是0 因為這支三巴本體 是沒有包含任何專屬的天空聲道單元 所以它是0 是沒有天空聲道的 不知道Atmos效果會不會因為這樣大打折扣呢? 我三巴街對這支三巴的一些觀感 我就會留在聽後感環節和大家分享 所以繼續看下去千萬不要走開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支三巴 如何去連接電視機 或者有什麼其他無線方法連接 去看電視和聽歌 我們首先就領轉這支三巴 看看它的臀部 看看它的背部後面的接口 我們如何用一些實線的連接這支三巴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HDMI EARC 插頭 這樣就讓你接駁相對應的AARC 或者EARC 電視 有一個光纖輸入 還有一個Analog 3.5mm 插頭 剩下還有一個USB-A 插頭 這個基本上沒什麼用處 是用來For Frameware Upgrade 用的 基本上你有前面說的三種有線方法去 connect 最多人用 或者根本上我買得這部機 U10 Apple 就是要用它的 HDMI EARC 插頭 你會發現這支三巴體積太小 它只有一個HDMI 插頭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器材 例如Apple TV 4K Google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或者是遊戲機 Xbox PS5 4 都要插入電視機 電視機的角色就像一個HDMI Hub 一樣 它收集了所有訊號來源 然後通過電視機的ARC 或者EARC 插頭 射給電視機 當然最好的電視機就是有EARC 但是如果沒有EARC 有ARC 的電視機 基本上都可以用到 但是你要確定一下 你的電視機是否真的能夠容許 Dolby Atmos 通過全美之三巴 以及ARC 插口的頻寬問題 Dolby Atmos 只能夠支持 有損耗 Dolby Atmos 那是不是大不了 不能用 絕對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看的串流平台 所提供的 都是有損耗的 Atmos 如果你跟三家家說 你的電視機不能夠容許 Dolby Atmos 傳給三巴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要換電視機呢 我給你的答案 就是最好換那部電視機 是有EARC 的電視機 但是如果你說堅持機鍵 不換電視 不是沒辦法 你仍然要銀錢買一件東西 那件東西是二千多元 我想港幣二千多元應該賣到了 那件東西是什麼呢 我之前節目有介紹過 在這裡不再長講 有興趣的 看回這條影片 影片連結在Info Box 上可以找到 我們剛剛看完這支三巴 在有線的Connection 連接是怎樣做 無線連接呢 這支三巴也挺豐富 它除了提供一般的藍牙連接之外 它也提供了Wi-Fi連接 就通過Chromecast 或者是Apple的AirPlay 2 去實現連接 基本上無論你是iOS的用戶 或者是Android的用戶 都可以很簡單 通過你的手機 將你的歌無線射到三巴掌上播放 用戶介面部門 這個部門這次很簡單 只得遙控器一格 只要遙控器也是簡單單 基本上看圖都已經識字 不是難用的 想講一下有些特別的地方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Voice的功能 可以強化影片中對白的部分 我個人就覺得 隨你喜歡 我就覺得如果不教 任由它Default 那個就會好 不需要特別去教 除非你真的 這部電影很難聽 但是 這部電影的對白 你很難聽得到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導演 刻意是這樣的 如果你強行改它 你就違反了導演的原意 不過Anyway 都是隨你喜好 這個Voice的功能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Sound 基本上就是音效模式 音效模式裡面提供了電影音效模式 Movie Mode 有3D音效模式 有Night Mode Night Mode 就讓你在晚上 夜難人靜的時候 你想看電影 又不想騷擾到其他 你就可以用這個Mode 用了這個Mode 聲音質素就會下降 就沒那麼好 Dynamic Range 沒那麼闊 低頻又沒那麼厲害 我又不推薦用這個Mode 除非你迫不得已 半夜三更要看 又不想吵人 就要用這個Mode 接著就有一個Music Mode 換言之看一些音樂電影 或者你聽音樂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Mode 還有一個Mode 叫做All Channel Music Mode 如果你借買這套系統 就用不到這個Mode 這個Mode 什麼情況下才能用到呢 就是你要添加它那對 後置環繞聲喇叭 你就能夠體動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作用就是 當你聽歌 因為聽歌都是2.0的 兩個Channel 一般來說 只會是Soundbar 出聲 以及Savuva 出聲 如果你Turn On 了這個Mode 就會連後面兩隻喇叭出聲 所以就叫All Channel Mode 剛才說了 聽音樂 我都會選用Music Mode 而看電影 我就不選Woofy Mode 我一定是選3D Mode 特別是看Atmos 或者DTS-X的電影 至於這支Soundbar 有沒有Ecualizer 答案是沒有的 你只可以調一下Bass的量 以及左右Channel的Balance 就是這麼多了 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特別是買這些Soundbar 都是喜歡簡潔 喜歡方便 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一回來 Out of the box experience 就要好 插好線 就要搞定 就要聽到 這支Soundbar 是絕對給到你的 自動調音功能 這部份 這支Soundbar 完全是膠白卷 這支Soundbar 並沒有提供任何自動調音功能 雖然是這樣 我們要理解 這類細型的Soundbar 廠方都有遇上它的Target Audion 就是它的聆聽空間 不是太大 所以廠家 出廠之前 都已經fine tune過它的系統 它的音色表現 都是達到一定標準 在這一類比較小的聆聽空間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 應該不會說 很大 但是當然 有 我當然是絕對歡迎 好了 來到完全主觀 絕無客觀的 聽口感環節 這支Soundbar 我是聽了兩次的 好幸運地 這兩次我都能夠聽到 Doby那支Demo店 我不敢肯定 觀眾朋友如果下場試的話 可不可以聽到這支Doby的Demo店 如果聽不到就真的有點麻煩 幸好我聽到 亦希望你聽到 我通過我的意見 大家交流一下 你要明白 我聽到的感覺是這樣的 你下場聽到同一個材料 你的感覺可能和我完全不同 我覺得好聽 你覺得不好聽 不要緊的 我一直說了 我的節目一直強調 就是買自己覺得好的聲音 不是別人覺得好的聲音 因為隻耳是你的 不是我的 我聽出來覺得好 不代表你聽出來覺得好 所以我節目一直強調的宗旨 就是不停下去試聽 試聽試聽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 這個就是Doby那支Demo店 裡面的Menu 不是所有Item都會一樣的 你看到那隻 可能不是這個藍底 可能是紫紫色的底 但是我現在 手上找到的就是這隻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我一定會試就是Trailers 第一條Trailers Amaze一定會試 這條Trailers給我感覺 這支Samba就是試過空間感 以及天空聲道的氛圍 來到這裡 就一定在說的是那個感覺 這支Samba 我們要知道 它是沒有任何專屬 負責天空聲道單元 所有東西都是得意 在水平聲道 那麼天空聲道 能否拿到那個氛圍 這下是需要你的想像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喇叭出來的聲音 是會擴散的 它會向你 去聆聽者那裡擴散 你怎麼都可能會在一些 接近額頭的地方 可能你都會來到你那裡 四方八點擴散的聲音 所以 天空聲道 在這裡 完全是需要你想像力的 簡單來說 它的天空聲道是不明顯的 因為你不可以期望 用這些雨仔水平聲道的 那八蛋元 可以呈現到一個 很實在的天空聲道 你只可以說它的高度是一定有的 因為剛才說了 你通過聲音的狂散 它一定有一定的高度 這個高度 我會比喻為一個電視畫面的高度 去到你電視畫面的高度 你不可以期望太高了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這支Samba 只是給到一個 一般的天空聲道的氛圍 但是整體MOS表現是絕對合格有餘的 它給你的空間感絕對充足 你不要看這支Samba 機仔細細的 它給出來的空間感 你頓時覺得你的家裡大了很多 我是絕對沒有投訴的 用這支Samba來看電視畫面 投入感是絕對有的 當然包圍感 你不可以跟一套完整的MOS系統比較 但是它絕對模仿到一定的環擾效果 差點忘記了 這套系統裡面包含的重低音 Samba 它給我的感覺是有驚喜 絕對能夠交到功課 我給它多高分就實際了 它的低頻有能量 但是當然說這個能量 你不可以跟一些自組的家庭影院的 專屬重低音 每次都四五千元 只是重低音 重低音也比你的系統比較 那些每次追求打胸口的低音控 不是我的杯茶 這個Samba某程度上 是絕對做到要求 你夠膽開大聲一點 都一樣會受到人投訴 你開大聲一點 給的量感也會震到一下 當然不是十級大地震 這些是輕量的震 你會有一點啟感也會感覺到 如果你開得夠大聲的音量 那我完全收貨的低音部分 還有值得一讚就是 pop audio 它那個handling 整個系統的音色是絕對沒問題的 剛剛說了 Samba 本身是負責高音和中音 而Samba 是負責低頻低音部分的 這方面這三個音域來算 它控制得很好 每個部門都做回它相對應的工作 沒有違和感 很平衡的聲音 那麼來到聽歌部分 聽歌部分呢 基本上我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我要說 我試是怎樣試呢 我只得南芽去試 你知道下去店舖試 你不可能會用到AirPlay 或者Comcast 因為它不會讓你加入到他們的Wi-Fi network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 真的在這個世界上 或者香港存在著一些良心店舖 讓你試到這兩樣東西 我相信是零的 我敢寫包單 如果你找到有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哪間良心店舖 是竟然可以讓你用AirPlay 或者是Comcast 寫一些歌仔 在Samba 上 好了好了 不扯得太遠 先回到這裡 這個表現我唯有用一些 我聽過的南芽喇叭去比較 他出來的表現 我是滿意的 清晰的 聽歌仔 絕對沒問題 我都喜歡他音樂的調教出來的口味 特別他在人聲的表現都是不錯 所以綜合來說 這支Samba我是絕對收貨的 無論看電影 聽歌表現都是水準以上 特別是看電影方面 空間感和包圍感 都給你一個不錯的效果 好 這支Samba 適合什麼人購買呢 就是適合香港 這麼狹窄區住的環境 窩居購買 寧靜空間不是太大的人購買 你知道這支Samba 體積這麼小 你如果放下去 200多呎的廳裡 我說可以 你也不會相信 它不夠聲音 如果你放在這麼大的空間裡 所以 還有 你去試廳的時候 麻煩你走近一點的Samba 不要離開太遠 那麼你預約大概都是在1.5米 最好就是根據你家裡聆聽距離 下場去試 你下場去試 你去得太前 你聽得很好 但是你回到家裡 你可能不是的 你最好盡量在你去試聽 你的人和Samba 的距離 就大概等於你家裡 聆聽位置 去到Samba 的距離 這樣試 就會試得比較真一點 我個人覺得 這支Samba 最理想的距離 Samba 和聆聽者的距離 大概是在2米左右 最好是在2米 而我覺得更加適合放在睡房 或者在書房裡用 甚至當電腦喇叭用 我覺得都沒有說不可以 剛才我們說過 最佳的聆聽位置 距離Samba 有多遠呢 另外一樣東西 要留意就是皇帝位 就是要對著Samba 的正中央 因為Samba 太短的關係 皇帝位的area 就是聽得到最佳音效的area 相對是比較厚雜的 你很難避免這些物理上的問題 所以對這支Samba 有興趣的朋友 就要留意這一點 另外要一提就是 這套Samba 系統 是容許你加錢購買 無線後置環繞聲喇叭的 買不買這件事 真的好看你個人的預算 以及後面有沒有位置放 或者試試首先買了這套系統回來 看看包圍禁 你滿不滿意 如果你買回來聽完之後 你覺得還是差減一點 那你只要再考慮 是不是要購買它的 後置環繞聲喇叭 好了來到這裡又是 4條1111的時間 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 對Samba 的支持 我希望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就是 comment like share 如果你不知道留什麼言在下面 不要緊 簡簡單單 留4個1 4條1 下面就能夠充分表現出 你對Samba 街的支持 如果有新朋友看到這裡的 我也很感謝你 感謝你看到這裡 未訂閱的 希望你在下面 訂閱 和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推出 那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再一次我是影音整理員Samba 街 希望下一條影片 繼續見到大家 拜拜